国门边境解封露出曙光了吗 观光局最新版的旅行业办理出入境团体旅客指引草案 观光局提报指挥中心最新的指引内容曝光 除了要求出入境的旅客 导游领队要接种疫苗追加剂 入境也免提供登机前两日内的PCR证明 出境则是依当地国家的规定为主 消息传出业者也向中央喊话 希望最新的指引能够降低旅客的不方便 让观光产业再度活落 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开幕第一天人潮满满满 国人闷了两年多好想出国玩 现在国门边境开放露出曙光 旅行业办理出入境团体旅客指引 观光局已经送交指挥中心研议中 消息传出后业者有话要说 把不便利性减到最低三加市的限制 我们认为零加七可能是一个比较 合乎大家期待的方式 出团旅游如果在国外确诊 必须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引 根据了解宋省的最新指引 出境旅客要施打疫苗追加剂 登机前的PCR证明 以目的地国家的规定提交 至于入境同样要接种追加剂 但不用提供登机前两天的PCR阴性证明 另外也会宣导入境的旅游团 除了用餐时间全程佩戴口罩 不论是入境还是出境 都要遵守团境团出的原则 另外部分入境或出境的旅行社业者 都要落实员工防疫训练 接种疫苗追加剂 以及健康状况监测 除了考量机场的相关量能 也要考虑一下我们的防疫旅馆的量能 眼前我们遇到的是 可能会遇到一波BA.5的疫情 这波疫情过了 那我想我们开放的脚步可以快一点 核实开放边境目前还看不到时间表 观光局表示指引通过后 也需要时间辅导业者 未来也会评估开放旅客自驾 至于入境总量能不能扩增到6万或8万人 还得考量机场和旅馆量能 我国在今天新增了2.2万人确诊 本土首例BA.4家庭群聚 也在验出了一名小朋友 他的定序感染的也是BA.4 而随着开学时间越来越近 教育部也预计了 在开学的第四周 也就是9月19号开始 要采取个别快筛配套防疫架 只要班上有同学确诊 校方就会提供快筛试剂 给同班同学跟导师 如果快筛阴性的话 就可以继续上课 预计下周一就会对外详细说明 另外BNT幼儿疫苗 今天也到货了 首席有127万剂 预计最快在8月27号 就可以开打 属下进入最后倒数 中小学生即将在月底开学 但面对BA.4、BA.5病毒 侵入台湾社区 教育部寄出全新防疫配套措施 研理开学后的前三周 先当作观察期维持救治 也就是全班只要有一人确诊 班上同学跟导师必须停课三天 但等到开学大约一个月后 初步规划要改采个别快筛配套防疫架 假设班上有一名学生确诊 学校就会发快筛试剂 只要快筛阴就可以继续上课 但有家长担忧 现在5到11岁 第二剂疫苗覆盖率才接近无成 停课标准是否要更严格 如果只有快筛一次阴性的话 似乎还有点不太保险 其实可以考虑当天快筛阴性就可以上课 连采三天 部分医师认为心智似乎不太保险 看看我国首例BA.4本土家庭群聚 继爸妈之后又验出一名小孩 定序感染BA.4 一家四口就有三例BA.4个案 卫福部中区指挥官黄高斌演判 新一波疫情会从双北起头 从疫情曲线来看双北最可能呈现尖塔状 至于中南部达到高点后 预计会维持一个月的高原期 再慢慢往下 高原期后面的尾巴也会稍微拉长 下降到一万例以下 可能要到十月 我们的土地不是很大 那这个交通很方便 并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而是9号本土新增2.2万人染疫 六县市都破千人确诊 就在连日爆出儿童重症个案之际 首批127.68万剂的BNT幼儿疫苗 也终于来台 如果27号就会配送到各县市 最快当天就能开打 记住请说明特别走 接下来这个是被网友戏称为 史上最强外送 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 为了配合山林开发政策 分别在雪建县 以及志嘉阳县的营地 新建避难山屋 有人人力难以运送建材 于是就特别商起黑鹰直升机 协助将25吨的建材 以及将近1000公斤的小怪手 吊挂上山 这难得一见的场景 也被称为是史上最强外送 这台小怪手重达近1000公斤 一路从平地被送到高山 难得一见的飞天怪手 场面超级震撼 内政部也把吊挂怪手的 坚困任务照片 PO上脸书搭配外送话题 逗趣写下史上最强外送 今天我想来点挖土机 您订购的挖土机 正在天空请稍候 PO文一出信将近3000位 网友按赞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 为了配合开放山林政策 选定雪建县的油泊兰营地 及志嘉阳县的嫖丹营地 各新建一座避难山屋 由于路线困难 无法单靠人力搬运 这回协商空情总队 靠着黑鹰直升机 将25吨的建材 及小怪手吊挂上山 由于台湾山区地形陡峭 气流不稳 直升机飞行都有风险 尤其是吊挂重型机具 变数更大 这回不仅顺利达成任务 吊挂整地的小怪手 也让民众大开眼界 记得张欣杰 苗栗 情况疫情重挫了客运业 更出现了驾驶人才慌 因此公路总局 启动了真才方案 砸下了5800万 来补助训练 像是这个小客车 升大客车的驾驶 驾训费用最高 可以领14500块钱 生活今天 每个月最高补助2万多 培训的时间 大约是两个月 如果后续任职满一年 还会再加发3万元的奖金 各项补助加起来 最多能够领超过12万 大客车转弯开过 一个又一个交通锥 新进驾驶上路 教练在旁协助 受到新冠疫情冲击 导致大客车驾驶严重流失 公路总局 洗手客运业者 寄出征裁方案 来应征的人 从培训到任职 有补助可以拿 最高可拿到12万以上 有一些像我们生活今天补助 还有介绍奖金之类的 这样加起来的话 应该相当对驾驶的吸引力 会应该就比较好一点 补助费用由公路总局 跟客运业者分担 如果是小客车升大客车驾驶 驾驶费用最高可领 14500元 生活今天每月最高 补助2万多元 至于大货车升大客车的驾驶 两项补助加起来 也超过28000元 而为了留财 通过培训后 只要任职满6个月 会加发3万元 满一年再加3万元 三项补助加起来 小客车升大客车的驾驶 最多能领到12.2万 大货车升大客车的人 也有8.8万 还有业者再加码 除了招募离职驾驶回锅 就连介绍人 也可拿到2000到3000元的 介绍奖金 短时间可能有效 长时间的话 必须说客运业者 还是要不断地要 提高你的福利各方面的 你才能 这才是你真正长久之计 而公路总局 预计从20号开始 在全台举办6场争裁活动 共招募1100名驾驶 周判国旅和国际观光复苏前 赶紧补送人力缺口 接坐我们了